我覺得可能80年代的小朋友 可能...你們走開 可能70年代跟我 或是60年代出頭的朋友 你們應該有一些在國小啊 小時候運動的時候 其實你們大概心裡 像校隊啊 比如說籃球隊、手球隊啊 他們總是會 腳上一定會有一雙亞瑟士 我那時候就永遠都會看到教練 就整套的亞瑟士 然後很漂亮的專用的運動 巧克力球鞋 然後整套的很合身 那個時候就很流行載管褲 但是是運動的亞瑟士的 那大家都知道 Oniska Tiger是亞瑟士的前身 現在已經慢慢演化了 休閒 對,變成一種休閒 變成一種街頭流行的品牌 他把... 我們請Karen來介紹一下 這個概念好不好 這個是李大哥他所畫的Mexico 就是墨西哥66 其實以後來 後來很多流行的鞋款 都是從墨西哥66開始發行 從那邊發想去做轉變的 日本當然是很多人穿 穿它 但是你如果說去歐洲或法國 你會發現很多人很喜歡穿 Oniska Tiger的鞋子 復刻 OK Basketball的 皮革版的復刻 我買過一雙鞋 小時候 然後它的標啊 是在外面 然後我到學校以後 就跟同學爭辯說 你看我的... 我的標是在外面比較好看 你的標在裡面都被藏起來 後來我才知道 原來... 原來... 你的標... 真正的... 正牌的標是在裡面 這邊看到你出來 所以只有今天 我們當然要多讓你... 讓大家聽聽到你的聲音啦 看到你準備 誰要唱一首歌嗎 多聽一首歌 你有準備好嗎 你跟我說 其實男生的穿著 小時候我也喜歡穿垮褲 就是... 四腳褲在外面 真的嗎 然後一半的... 已經掉在外面 每個階段都有自己喜歡的東西 也有喜歡花俏的東西過 可是... 到現在我36歲了 那慢慢的慢慢的 會讓自己的服裝很簡單 我相信很多男性朋友 應該... 我不知道 他年輕的不敢說 可是我相信 可能年紀再大一點 可能對機能性這個東西 還有實用性很重要吧